ok 来来来 今天我们给你介绍一下 D-Link 的 DWR-M930 这里呢 早期来的话也是破解版 但是它的U-Mobile是不会跑的 ok 今天它来的一个Single Bash 这里 它是有可以Support U-Mobile 今天我是用U-Mobile 35块钱 有Hotspot Sharing的啊 ok 它是Unlimited的 它不会有Hotspot 它只要Data 来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的这个速度这些 首先我们确定一下我们的Network ok 今天我是用的LangCable Network 它是用LangCable Network 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WebPage里面的 今天看清楚 今天我们是用着U-Mobile 然后ok 我们先Testing它的Speed一下 大致上U-Mobile它的CAP Speed是大概是6Mbps左右 ok 看到它跑多快 ok 大概是跑6Mbps ok 大概是跑6Mbps 所以 我们先Refense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 SunGit的Hotspot 有确定有没有 ok 没有得到 ok 现在 我们试看器 Dowload一个比较重的File 试看下我们Dowload一个File DowloadFile再跑着 可以稍微比较久一点 ok 这是它的Netbit 我们试看下 它上载它慢慢开始下载了 这个是它的下载速度 开始来了 ok 3Mbps 开始来了 5Mbps 我们是看这个下载速度啊 不是看上载的速度 6Mbps 7Mbps 6Mbps 5Mbps 当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用Mobile那边QOTA 如果是 它是咬着Hotspot sharing的话 它这边QOTA应该会被咬着了 我们试看Refense ok Refense好了 一样 延延的还是3Gb了 3Git了 ok 我们再Refense ok 还是一样3Gb ok 还要Dowload着 下载着 4Mbps 5Mbps 5Mbps 4Mbps 这样子 6Mbps 7Mbps 8Mbps 这个是它的下载的速度 ok 我们再试看一下 在这边Refense一下 看一下 它有没有吃了 还是一样 没有 也保持原样3Gb 但是它这边已经在下载中了 ok 谢谢大家了 今天这个是D-Link DWR-M930 大力的老子 目前还要继续 先做变成 是D-Link DWR-M930 在我们几乎下载的程序 是非烦水出版的 上载的大力的 第一下载 我们现在来